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战神1全剧情流程 好那么我是用这个PS3上的战神1加2收藏版给大家演示这个流程 因为原来那个PS2它这个战神已经读不出来了 那个盘质量非常烂 那现在是正版的盘 这个质量到底是不一样 好这个SCE好像这两天有消息说是解散了还是重组了 不过这个问题不大反正战神3已经压盘 好再过半个月我们就可以见到这款神座了 那么这边有四个选项 一个是战神1战神2然后是战神2制作特点 和最下面的是演这个演职人员表 制作人员表应该说是 好选择战神1 战神1这个游戏呢也是非常非常经典 在PS2上当时出来是以黑马的姿态 并没有这个做太大的宣传 只是一个一般的这个欧美动作游戏 但是没想到出来以后呢 引起了非常好的反响 登上了这个神座的殿堂 好一开始这个选项里面 特点里面很多东西都是不能看的 都是灰色的 这个游戏虽然不是第一次玩 但是这张盘我是第一次玩 这里这个设置里有一个全屏的选项 我们把它打开 这样左右的黑边会稍稍小一点 这次的重制版我感觉 还是和以前的那个基本上是一样的 可能画面有非常非常小的改善吧 反正我不太看得出来 那么难度呢 我这个犹豫了一下选了一个Hard 因为这个这个流程呢已经熟悉了 那么Hard可能会看点多一点对吧 Normal没什么意思 好这个地方选择玩难度以后呢 他就非常完美的衔接到了游戏当中 这个Kratos正在悬崖上面说 奥林匹斯的众生已经抛弃我了 现在已经没有希望了 然后这时候旁白说 Kratos从雅典最高的身上跳下来 经过了十年的这个无尽的噩梦和痛苦经历 总算是一切都走到头了 死亡是他逃避这个噩梦的唯一方法 但事情并不一直是这样 这里写着三个礼拜之前爱琴海 说Kratos曾经是这个众神的得力干将 Kratos说来吧怪物 我会送你们回哈迪斯那 好那么一上来就是这个第一场战斗 这一点做得非常好 这个到从游戏盘放进去到时机操作 是这个时间非常短 没有这个非常非常长的剧情 可以看到哈的难度 刚才我被捞了一下就去掉三分之一血吧 好像还不止三分之一快一半 好那么这个方块三角呢 就是轻攻击和重攻击 然后圆圈呢就是这个头字 抓住一个人以后按方块呢 就是把他扔出去砸另外一个人 这条比较好用 然后如果直接按圆呢 就是像刚才一样 把他按在地上狂扁 然后这个是挑空 挑空以后呢在空中还可以使用头字 一般来说这个用头字抓住敌人以后 是按方块比较划算一点 扔出去还可以砸到更多敌人 比如说这个人被砸飞了 那就不用打了 这个点的都很脆 好像没有了 那我们跑过去开这个东西 这个战神一啊 不得不说的就是这个设置非常弹腾 他这个连点的那些机关啊 经常是要按R2的 大家知道R2这个位置啊 一般来说都是用中指来按的 那中指显然没有大拇指或者食指灵活了 所以说这个很多R2的 按R2开的那些机关都非常难开 好在战神2这个好像是改动了 把这个按开关的那个键变成圆圈连点 这样就好很多了 这个连点R2实在是非常难受 特别是PS3那个R2手感不太好 我觉得还是原来那种R2的感觉好 这个现在那个R2他有点斜面那个反弹呢 反正玩过的同学就知道了 我感觉这个R还是PS2的那个感觉好 好这边出来第一个小boss 一条海蛇 哎这个防御的时候呢 要注意在敌人咬到你的那一瞬间 这个进行即时防御 这样就会出现一个慢 哎这个地方没防住 被他咬了两口 会出现一个慢动作 哎就像这样 这种防御方式呢最不容易让连击打断 而且是不会少鞋的 然后有一些攻击是一定要靠这个方式才能防御 是一直按住防御是防不住的 当然还有一些是防御不能的招式 那就只能用右摇杆闪避了 初期呢这个方方三角是比较好用的招式 是比较快的能打出那个三角的 哎这个地方连咬几口HP不多了 好再打这个蛇是会掉绿魂的 绿魂可以补血的 好这样扣掉他一定体力呢 就会出来这个提示 然后是按这个QTE圆圈 三角三角 哎又是三角 这个 这个QTE好像是随机的吧 但是我好像没碰到过全是三角的 这个 这有点奇怪 哎 还走平衡目我也不是很擅长 要轻推摇杆 掉下去呢就按插爬上来 一开始的连击这个方方三角是比较好用的 攻击力比较大 而且硬质比较短 能够比较快的发出 然后马上接一个防御 这样破绽不是非常大 好 刚才这个地方就走了一个捷径 直接跳跳过去就算了 不要从左边那个地方再慢慢走了 好可以看到远处有两条海蛇在那肆虐 从这边走 然后这边有一个人去调查一下 他说 斯巴达人我知道你是谁 我知道你干了什么 我宁可死掉也不要让你救出来 这个人很不给面子 那我们就不去救他了 当然也救不了他 这个敌人有一个红魂宝箱 这个哈的难度啊 这个知道的同学 这个留下言 我不知道他红魂的这个数量会不会减少 也就是经验 要是说这个经验 比这个脑木难度降的比较厉害的话 那我还是换脑木难度比较好 因为这个哈的难度 玩出是PS3上是没有奖杯的 但是这个有一个奖杯 是要所有的武器 神力全部升到底 那就需要比较多的红魂 那如果说 我这个为了 这个玩了哈的难度以后 最后那个全升级的奖杯 如果是没拿到 那就亏了 好 这边这个鸟呢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直接把他抓下来 刚才那个 即时防御成功的话呢 那个鸟就会自动掉到地上 让你抓了 直接抓下来 把他翅膀撕断 这样的话就是 最速解决 或者这样 空中把他扔下来也是行的 也是一击必杀 不过这样做好像没有红魂啊 虽然是便捷 后面那个应该也掉了吧 这个时候这个鸟突然都走了呢 估计这个BOSS快出来了 打BOSS之前 开一下箱子吧 这边有两个箱子 一个是 两个都是红魂好像 然后这边 然后这边 这边这个比较悲剧 我这个突然之间就 感觉到终止非常乏力 怎么样都推不起来 那我想想算了 我们先打个BOSS 休息一下 再回来开这个门 连点R2的这个客气 实在是非常淡疼 这个人呢 这个海蛇呢 还是用这个方方三角 这三下这个杂地呢 其实是非常好躲的 然后他咬你呢 咬你这个东西就非常爽了 是这个给予他大量攻击 大量伤害的这个 一个绝佳机会 大家注意他的血槽 看到没有 这个一下子就去掉这么多血 这是非常划算的 甚至是你可以 故意让他被咬 这样的话 也可以打到一个 这个速杀 诶 这个地方出bug了 他这个想咬我 然后被打断了 然后视角呢 他就是默认被 拉上去了 因为他以为咬到了 但实际上 他是被我攻击打断了 结果刚才就出现 那个视角上 一个bug 战刃1啊 bug非常多的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这种小bug 我们就 就不说了 好 又是一个给他造成 巨大创伤的好机会 而且这个暗原的QTE 也不是非常难 好 又是这个完美防御 打这个海蛇呢 他经常会掉那个绿魂 所以说HP 应该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 好 顶看 这么一点点血 就是磨不掉 看他好像没在少血 看来还是要用这招来终结他 没办法 这个海蛇打的时间还是比较长 这个地方 爆出还是比较多 哎 怎么 刚才这拖 红昏是怎么回事 好 我们再回来开这个R的这个门 这个非常过分 哎哎 总算是这个推开了 这个红昏奖励 也不是非常多 这个地方呢 顺着海蛇破洞而出的地方 游下去 然后从这边爬上来 爬上来呢 又是一小场杂兵战 当然你可以不理他们 直接走路 好 这个是抓住以后按三角 直接把它拆了 刚才那样直接拆掉的话 虽然比较血腥 但是好像没有红昏 好 这个是空中无限连 空中的这个投资 对于这种普通杂兵 这个也是 这个呢也是可以连三下 而且杂兵一般来说就死掉了 就像这样 但是这个在地上连呢 很容易被其他杂兵干扰到 所以说在空中连这个投资 是比较方便的 也是比较安全 好 这个地方走图木桥 这地方要是掉下去 就是直接死亡 不像刚才那个图木桥 还可以 掉下去以后还可以回来 这边 这个右边那根杆子 我一直没去过 有没有人去过 是不是红昏宝箱 还是什么东西 反正我感觉这个 走这个东西非常危险 万一掉下去就滑不来了 所以说我右边这根 分岔路从来没去过 应该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好的东西吧 那么这边呢有一小段剧情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盒便当躲在这 这边便当他说话了 他说 他说我看到的那些景象原来是真的 这个神说要派一个人来帮我们 你真的来了 不过现在已经太晚了 我们这个船呢已经差不多快沉了 这些这个东西呢不知道从哪来的 这个人话没说完 他说就算是你 然后 哎死了 果然是这个领到了便当 那么这边这个冒着黄光的地方呢 就是存档点 我们现在不着急存 然后HP也是满的 这个绿魂宝箱我们也不开了 好这边有一个推箱子的这个游戏 箱子那边呢有三个弓箭手 推过去的箱子呢不能被他射到 大概射到三件还是 可能是四件吧 好被射到一件这样 要在这个障碍物之后 在障碍物后面谨慎移动 然后有时候要用奎爷的肉体 来这个 引诱一下敌人的攻击 因为他们是不会瞄准箱子射 他们只会瞄准你 所以说引诱他们一下呢 继续去推那个箱子 然后按住叉呢 把他踢远一点 通常情况下这个推东西呢 都是按住叉踢会比较快 再又被射了一下 Kratos被射到什么所谓了 费不了多少血 而且刚才那些障碍物后面躲的那些 平民 把他们杀掉都可以回那个绿魂 真是非常邪恶的东西 这边 引一下 快到了 这个R为什么点不出来 非常痛恨这个R的设定 老是点不出来 哎呦哎呦 危险 这个当心一点不要前功尽弃 老是点不住这个R 好 放到这里就已经安全了 跳上这个箱子以后 二等跳了 就可以够着这个王 然后就爬上去 爬上去以后 把那些 弓箭手呢 爆头血恨 抓 哎 抓不到 好 扔过去 这样那边就被都扔死了 然后这有一个绿魂宝箱 开一下 好 这边呢 这个左边有一扇 这个锁住的大门 然后里面有 好像有妇女在那儿求救 他们说这个快去找钥匙 他这边调查呢 就说这个钥匙在船长手里 那我们得去找那个船长 好 这边是这个趴绳索 趴王 王的那个小游戏 这种 这种人可以无视他 在上面呢 就把他按上加圆圈 把他脱下来摔死 在边上那种呢 大可以不理会 跟他们这个多纠缠 搞得不好 被他们脱下去呢 就完了 大概也不会死掉了 就是比较费时一点 然后抓住人以后呢 不要多锤 锤一下就扔下去就行了 你要是像贪心 多拿点红魂的话呢 那很容易被其他 这个杂病攻击到 这个连的还算顺利啊 爬上来 在这个地方我不怕你们 好 这个地方 诶 是往哪儿走 这边吗 诶 好像是走那个绳子吧 好 那果然是走这里 好 这边左右两边 这个木栅栏全部打开 都有这个好东西 左边是红魂 右边呢 右边是那个眼睛 我记得 诶对 就这个 石化之眼 叫 好 这边下去呢 就有这样一个 冒着神力的这个门 那里边呢 就是可以获得 第一个神力 这边是 波赛东 海神波赛东 他说你到达雅典之前呢 有一个任务 你必须要完成 这个野兽呢 是许德拉 就是这个九头蛇 他说你对付 许德拉呢 这个水平还差一点 那我给你一个神力 帮助你 你拿着这个神力 用它来打败怪物 好 这边就得到了 波赛东之怒 最后说 Kratos 以这个奥林匹斯的名义 前进吧 我们这个神会 罩着你的 这样翻译好吗 好 这边还获得一个奖杯 这种奖杯就是 游戏流程当中 必定获得 好 这边你当然可以用一下 这个波赛东之怒了 不过我这里 并没有这样做 这种杂兵 这个不值得用 波赛东之怒 波赛东之怒 这个东西 还是非常厉害的 要留在这个 比较关键的时候用 连续被攻击啊 HP不多了 你再逼我用 波赛东之怒吗 好像还有一个 死了 死了 我就通过这个门 左边是存档点 右边是两个箱子 一个蓝魂 一个绿魂 都是给你补满的 让你这个满血满状态 去迎接BOSS 那这个蓝魂呢 我们就不用开了 HP的这个开一下 补不满 好 我们看一下暂停 看看 这个升值还差的远了 现在是608个红魂 升值需要1500 那波赛东之怒 好像要1600多 这个混沌之刃 也就是我们的主武器 需要1500 红魂才能升值 我们先存一下 好 新建一个存档 那存完呢 就直接这个上鱼网 减BOSS去 有一段剧情 看到这些船员呢 在排队领便当 好 这个人呢 名字不错 先领到了 好 这个人就是船长 在这个乱喊的这个老头 他说 我们已经完了 我们是逃不出去了 逃不出去 你就 就在那儿乖乖等着领便当不就行了 你还跑来跑去干什么呢 这个时候就引出来一头大的这个许德拉老大 这个最大的这个头 然后那个船长呢 就被活吞下去了 没有嚼碎 那么船长还是活的 好 这边这个船员呢 就被这个小的许德拉吃了 那大的 许德拉就把这个船长吃了 这个也是比较符合阶级制度 老大吃老大 对吧 好 这边呢 先要打这两条小蛇 好 注意要这个完美防御 那条用这个 口臭风暴把你吸过去呢 不要紧 他来吸你呢 我们就打他 然后左边这条要吸我们呢 我们就打左边呢 先打哪条都一样 反正我们离哪边近就先打哪条 好 防御 被吸过去的时候呢 在中间是不会被两条蛇攻击到的 所以可以近情的挥这个方块 这样多挥一点方块 最后可以连出一招比较强悍的三角技 这个地方我打的太保守了 大家打可以多用多赛东西弄 哎 就这招 这招这个非常强悍的三角技能 是要前面挥大概 五六下方块才能 再按三角才能连出来了 再来一下 哎 就这招 好像没砸到 砸到了吗 好 这个 这条蛇呢 就被打了 晕过去了 晕过去以后 我们赶紧爬旁边的这个箱子 然后跳上这个衬托 这个穿毛 把他 定住 定住他就动不了了 这样就算是真的死掉了 那么再把右边这条也差不多 搞定 这个如果你爬上去速度不够快的话 那个蛇是会复活的 好 这边也定住 定住以后呢 就可以去挑他们的老大了 从中间的鱼往爬上去 攀爬的时候 多用这个二段跳 好 然后他用这个 后叫 这个口臭 这个直接可以防御 然后他的这个咬呢 是防御不住的 要用翻滚 当然你也可以在他咬过来的那一瞬间 直接放菠菜冬之怒 那就像这样 算转时机 给他来一下 好 一般都可以打十多连击 菠菜冬之怒还是比较强悍的 好 运过去了 运过去了 就用圆圈 好 这个地方连点圆圈 就可以 拉他的头 撞一下围杆 我们的目的就是撞三次 把那个围杆给撞断掉 好 那每次他苏醒过来呢 就必定会出一招这个吼叫 要注意 一直按住防御键 要不然会被他吹下去 那就要再爬这个鱼网爬上来 比较费时 被围杆挡住了 好 再来撞一下 好 这个地方赶紧防御 差点被他吹下去 哎 这个地方放错了 我还以为他要冲过来咬 那结果他居然是用这个吼叫 那就浪费一个波赛东西 又晕掉了 第三次 再过来拉一下 把围杆就可以撞断了 好 接下来就是正式决战 打法还是一样 先防御 这个呢其实有一个这样这样无限连 用方块连几下 然后再用一下波赛东之路 可以一直连住他 在这个地方我这个方块多连了几下 结果就 无限连就失败了 这个无限连还是比较好用的 大家可以多练练掌握节奏以后 杀这个海蛇是非常方便的 海蛇这段的 许达拉这段流程是比较熟悉的 那个时候 很多同学 这个来玩PS2就玩这个 第一关 把这海蛇干掉以后呢 去玩一下那个迷你小游戏 战神就不玩了 就算是玩过战神了 所以说之前那段 第一个boss这段是非常非常手持 他晕掉了呢 赶紧这个狠揍 好出骑士了 那我们就是最后终结他 这边也有一个QTE 然后就是连点圆圈的QTE了 好 然后就是这个惊心动魄的 非常残忍的把这个许达拉给杀掉了 好 这个老大死掉了呢 那这两条小蛇也就 相应这个被爆头 这个可以看 听到那个老船长还在他的肚子里喊 那么我们去 当然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把这个老船长救出来 是要他脖子上那把钥匙 把他拎上来 抓住钥匙 好 这个拿到一个奖杯 然后船长说 谢谢神啊 你来回来救我了 结果 Kratos很屌 说 我回来不是为了你 然后就把那老船长给扔下去了 接着就拿到这个钥匙 话说这个船长好像参神二也是客串过的 以这个幽灵的姿态 那么好 这边提示我们走这边 这个许德拉是希腊神话当中的九头蛇 在生化五当中那个三管散弹 就是用了这个名字 好 又拿到一个石化之眼 收集六个呢 就可以增加HP上限 好 这个地方要对准这个绳子的阴影 然后二段跳 好 这边拿到一个铜杯 铜杯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你满血的时候 打开一个这个绿魂宝箱 就可以拿到这个非常弹疼的奖杯 好 这边这个 我想到之前还有一个蓝魂宝箱 不是留着吗 那我们去把它打开 我本来还以为这个 海蛇杀掉以后 自动会给我蓝魂给加满 好像事实并非如此 好 这个地方对准阴影二段跳 就可以顺利的从这条船 再花回到原来那条船 好 到这个 一盒便当出现的地方 我们依然是跳下去 这边 你们这个怎么还在这呢 这边刷出了新的敌人 好 上面的那些弓箭手呢 就直接抓下来扔 哎 就抓不到你 不扔了 直接这个干掉算了 哎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出现了严重失误 大家看到了吗 我刚才这个把那个人打得太欢了 扔出去的时候 把那个箱子给扔破了 好 好 不要紧 反正现在把人清光以后 再去推一下箱子就行了 这次楼上没有弓箭手干扰 那就非常轻松 好 帽子清干净了 再去 回去推那个箱子 那个箱子是会无限刷出来的 好 续板力踢脚 哎 这边怎么还有一个杂兵 好吧 又要再回去推一下箱子了 这个系统提示 不用每次我过来推箱子 他都来提示我这个按住机可以增加推箱的速度 这边总算是上来 上来以后呢 就回到那个刚才有这个妇女呼救的地方 要是插进去 然后把门打开 话说这么一个门 我觉得用这个混沌之刃可以轻松破坏掉吧 好 那我们进去以后呢 就是剧情 不过好像先要跑一小段路 好 开这个门进去以后呢 就是剧情 发现已经来晚了 这帮这个平民呢 刚好被这个杀光 那克里托斯进来 也是把这个怪物也杀光 结果就全是尸体 这些私生品呢 就像动物一样被屠杀 尸体呈见在克里托斯面前 克里托斯看到这些场景呢 就想到了以前这个痛苦的回忆 他这个无尽的漂泊在海洋当中 从一个港口到另外一个航口 完成这个神赋予的任务 这边他说不管是喝多少酒 或者是说上多少女人 他都无法摆脱脑海当中的这个恐怖的回忆 好这边这个 他去找雅典大了 他说我为神已经服务了十年了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让我结束这个噩梦 然后雅典大说这个最后 你还有最后一个任务 你最大的挑战呢 在前面这个斯拉雅典 现在我的哥哥战神埃里斯 他正在破坏这个雅典城 我们知道雅典城是雅典娜的地盘 然后他说宙斯 他禁止我们神之间打来打去 所以说你就是我们唯一的人选了 只有你这种被神训练出来的凡人 才能有机会干掉埃里斯 那这边Kratos说 是不是我完成这个最后的任务 干掉埃里斯 我之前的那些噩梦都会终结呢 雅典娜并没有正面回答 他说你完成最后的这个任务呢 你之前的那些罪孽都会被原谅 你要坚定自己的信念 神是不会辜负那些对他们有恩的人 好那么Kratos呢就坐船到爱情海的这个雅典 去完成这个最后的任务 好雅典娜也是非常阴险的人 他这个众神之间不能互相残杀 他就这个借刀杀人 借的就是Kratos这把刀 然后这边这个船上呢 有这个有两个女人 好这边有一个这个 老玩家都非常熟悉的 这个摇罐子的小游戏 还有一个QTE 然后前面三个呢是按键 然后后面是两个是摇杆的QTE 最后一个是摇杆转圈 那QTE这个比较苦手的玩家呢 就可以在这儿多练练 把这个QTE练练手 比如说这个按键QTE呢 对付巨人是经常用到的 然后摇杆的QTE呢 对付这个美杜莎 也是经常用到的 那成功以后呢 就可以把这个罐子摔碎了 并且获得一大堆红魂 不过仅限第一次 以后就这个红魂会越来越少 刚才还拿到一个奖杯 这个奖杯从字面意思上来看 是在船里面摇滚 那这边有一些这个瓶瓶罐罐 可以砸碎 那我们看来这个混沌之刃 要下一次再升级了 那么存一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下一次节目我们再见